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KS 看股 今天是4月28号 星期五哦 so 啊 马股就没有什么动力了 今天真的是没有动力了啊 ok 啊 美股还不错 因为美股那个美国公司 美国这个科技公司啊 Microsoft Facebook Google Amazon 这些全部报他的业绩出来 时候全部是超越疫情了 就是比预料还好啦 所以我们看到突然间美国有一点 有动力去反弹哦 他们要接近那个美联储要起息了 应该会起啦 没有一定啦 他们应该5月应该会起 可能这个是短期罢了啊 本我们看到几天才呢 美国是突然间是有一个有动力了 现在 可以看看免购声明的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 报导 研究 分析 价格 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 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 指数 股票 期货 商品 能源 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记得点击点击分享留言 如果要开户口可以试下这个CGSMB 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K1 马股 新加坡 美股 香港都可以 然后他们的经济费是蛮低的 OK 上面有个链接 这个视频或者Facebook有个链接 所以你有个手指按着CGSMB 指着那个CGSMB的 你按那个CGSMB 填下那个表格 填下一点点资料 我的朋友叫CGSMB的remiser 就会给你上网开户口了 找 会call你给你上网开户口了 OK 这个是合法的 记得 OK 所以这个哪里你在本地 在外国都可以开的 因为你是不用去银行的 你哪里都不用 在家就可以开户口了 现在是全部是上网的 很先进的 OK 我们看看这个国际 OK 我们看马股今天 中指 中指跌了2.1% 到星期五 OK啦 2.1% 没有跌太多 0.148%收价1415.95 OK 我们看新加坡STI 带掉了0.351% 香港 航性上了0.274% KOSPI 啊 这个韩国上了0.229% NICKEY 日本上了1.401% NICKEY 他的新的那个Governor 有带掉一点动力给这个 日本啊 日本这个股市啊 OK 我们看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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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FTSC 上了0.765% 中国 SSE 上了1.138% 中国 SSE 上了1.085% OK 也是蛮强 我们看澳洲 S&P 上了0.226% 台湾 TSEC 上了1.088% 印度尼地上了0.837% 还不错啊 今天啊 因为昨天美国有反弹啊 今天亚洲还不错啊 蛮强 你看欧洲 欧洲 OK 英国应该掉了一点 0.199% 早盘 Dexus 掉了一点0.26% 0.266% 你看美国 美国昨晚上就强了 到澳洲上了1.575% NYSE 上了1.333% S&P 上了1.957% Nestate 上了2.429% 是蛮多了啊 就是因为这些科技啊 科技股 他们的就表现很好啦 科技啊 科技公司 中优 中优 4154 还OK 原优 78.5 跌破 80 了 这个 这个也是 啊 原优 也是跌破 啊 连75% 都跌破了啦 74.91% 了啊 所以又是很难再反弹 渐进也跌了一点啊 1992 赢 25.12% 还是很强啊 赢啊 OK 美国 美金对于马 马币 4.45% 4.1585% 跌了一点啊 我们看这个 KLCI KLCI 还在横盘 KLCI 妈妈大孩子还没有 还没有突破 也没有跌破 如果跌破就惨了 看来他要跌下来这个 1396这边啊 如果他突破啊 可能还有机会回来这个143亿 现在他在横盘啊 我们要等下个星期 看看小盘 OK 小盘慢慢的跌了 小盘就有资涨了这边啊 13387这边有资涨了 看来你看开始有尾巴了啊 开始要要要撑的 OK 你看这个啊 中盘那个中盘小盘 小盘这边啊 有一个 有一个啊 这个啊 羊竹了啊 OK 他有一个这个 真竹啊 然后一个羊竹 看来他是有机会小盘弹啊 这样子啊 因为他这边有支撑 15456有支撑啊 OK 按板块 情绪今天48 三成股398 下跌股427 没有交易1040 今天交易量蛮少 蛮小 2.644个Billion 收在1415 所以整天 今天整天都是 慢慢的滑坐下了啊 慢慢的滑坐下了啊 用力不大今天 OK 我们看板块全部是8%啊 我读的 OK 消费上了0.09 工业上了0.35 建筑上了0.09 科技还ok 上了0.9 金融掉了0.26 房产掉了0.51 种植掉了0.56 REIT 上了0.31 人员 没有没有 没有上下 医疗掉了0.35 电讯掉了0.68 均书掉了0.29 水电gas掉了0.91 它应该要回调的啦 这个工艺品啦 因为它起了很久了 OK 我们看看Facebook也没有什么啦 我有Post MicroLink今天 它蛮大的反弹 OK 我再期待1.12了 啊 希望啦 希望啦 它因为它要 它还有一点 有一点阻力 等下我们继续 继续谈啊 让我们继续看 医疗早上跌比较多 下午OK啦 早上就不吓一跳啦 医疗啦 现在下午有上一点 Just One 昨天美股强啦 讲了哦 但是马股没有啦 哈哈哈哈 哈哈 呵呵 呃 这个就讲了啦 Terry就讲了啦 美国很可能会起0.25%啦 OK 应该会啦 觉得现在大部分人讲 都 大部分人讲都讲 会啦 正三个睡觉了 看到 哈哈哈 哈哈哈 马股没起来啦 马股没起来啦 Caution啦 这个Adam讲啦 马股没起来啦 要小心啦 OK 所以我们看这个 新闻 OK Supermax OK Supermax 要去美国开 哦 就在美国 呃 营业啊 只在尽快在美国开展制造业务的Supermax Corporation BHD将审查和重组其董事会以与其全球战略和未来方向保持一致 OK 看一下啊 他有新闻出来 我们去看一下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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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Supermax 有可能啊 在通道底反弹啊 小心看啊 RSI突破5的有红色动力来 有机会啊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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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等等看 看看能不能反弹啊 OK 嗯 prg 咳 这个 他就 prg prg 增持fernyweb股权多元化投资房地产 好 他的股权去到67%了啊 67.97了啊 就是啊 投资他去这个 啊 这个fernyweb了啊 这个是香港的 香港上市公司 该集团周四向大马交易所报备 以6198万令吉的现金和fernyweb股份 将其50个币加索住宅单位的全力转让给其持股50.45%的香港子公司 OK 嗯 看看prg啊 ok prg 开始有 开始动力已经慢了啦 所以说我讲 你不要一直下进去啊 我做视频啊 整个 讲prg的啊 你要进去看这个prg啊 prg啊 ok 所以说要玩呢 老一点 如果他 我觉得他起多一点可能他跌下来的啊 因为啊 因为他这边有主力啊 0.26跟0.285啦 所以这边如果他 创到这边跌下来啊 跌下来可能 如果要玩的再老一点啊 看他怎么样啊 看他走势是怎么样啊 不要一下今晚啊 因为他现在在底部了啊 他有上了一点 我讲的啦 最好捞是 跌下来这个啊 这条 70C这边 这边附近 比较好一点啊 就是会买到便宜一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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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P RSP downgrade Unisam 把它的价钱 把它的目标 拉跌 拉低了 拉低了 ok 就是 3.8 7到2.6 因为因为他亏钱了 ok so 赚少了还是亏钱呢 unisam 等下 所以赚少了不是亏钱了 ok 赚少了 ok 赚少了 ok 50M到9 跌到9M了 ok ok 所以我们看这个 啊 unisam 啊 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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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了也不用紧啊 看来他 暂时不是太好了 他走速了 暂时他 他这边还有一条 支撑线啊 还没突破2.88 啊 2.88 暂时还没有 还没有跌破 还可能还有机会啊 你看他的红色动力也差不多没了 啊 我觉得暂时也不是太好了 如果你放了也不用紧啊 如果你抓住也许你等多一下也可以 看来有没有跌破这条支撑线啊 ok 这条支撑线啊 ok 这条支撑线 没有跌破 暂时还可以 如果卖了也不用紧啊 我就不觉得他转移 这阵子会去到哪里 如果他能撑得住 撑得住2.88的话呢 没有跌呢 可能啊 这个 啊 6月的报告出来啊 ok 啊 啊 8月 8月的报告出来好的话呢 可能他还会有机会 暂时他也不去 我觉得他去不到哪里了 啊 这个啊 所以啊 RXP也给到2.86了 就是现在的 差不多是现在的价钱了 ok Cosan啊 Cosan就可以了 ok 这个新闻呢 就讲Cosan Rubber Cosan 第一个季度呢 他的亏损啊 是Below Expectation 就是比疫情少一点 这个Hong Leong Research讲了 Hong Leong Investment Bank 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 so他觉得 他 20个Million 比他预期 47.6 跟啊 这个Market啊 这个啊 就是Market的预期啦 50 啊 59.5啊 整年啊 so他 他觉得他是 低于一期吧 他对他还是不乐观啊 他还是给这个 ok 他的目标也跌 也跌 也跌 也从后啊 到转期效啦 去到99Cent 很奇怪啦 这个新闻啊 ok 并且我们看看图啦 ok 图他还是继续下 有一个珍珠在这边 他在这个1.24这边啊 有一个主力啊 啊 有一个支撑 你看他 看他如果他能蹭 我觉得他不能去太远啊 暂时 暂时这个突破也是蛮高了啦 我们继续再看 看他调到来1.24反弹 还是调到来这个通道底 看他RSI是跌破了 这个 56我觉得他 应该会调到通道底啦 暂时 手套放在一边啊 我们继续看 看他现在他动力是不强的啊 全部手套股 他的红色动力都在跌了啊 除了Supermax Supermax有一点反弹的动力 暂时我们这个COSA 我们再等等看怎么样啊 还是对这个乐观啊 对这个啊 啊 消费啊 消费版啊 他给QL TP 6.8 F&N 33.5 和这个Aion 1.9 我们去看看啊 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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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L他再调啦 等他调下来 我觉得他可能还会调多一点 OK 他蛮高啦 6.8 等他调下来 有反弹再看 我觉得这些呢 你应该要看可能会点尾啦 没有这么快啦 F&N就不用等啊 F&N F&N等他 这边 F&N呢 他开始 我讲那边啊 如果他能突破这个27 他就有机会上来这边 MADF 33.5 他不能突破 他做双顶 跌破25.2 暂时放了 他会跌下来 暂时还是OK 我们看他突破还是跌破 27.46和25.2 突破就OK 跌破就惨了 还有一个F&N 不是F&N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AON AON一直在跌 他有一个投并钱 暂时不要完成 他有一个投并钱 OK 暂时不要完成 虽然他还OK 1.9 我觉得他也许会跌了先 这些全部年尾 我才靠近年尾啦 就是年中七八月可能他会起回啦 因为可能年尾有 你知道啦 通常年尾他的销会比较好 可能那时候会炒啦 现在年中我不觉得这些消费股 会飞到哪里去的 OK Ali Pay Ali Pay呢 他的这个 Transaction 支付宝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游客在马的总交易额翻了一番 所以很多中国游客开始回来了 开始来马来西亚了 OK SUNWILL买了二十八千 这个Winstar Aluminum 用十二个Million 我们看一下SUNWILL SUNWILL今天还跌一点点 SUNWILL是很高的 是我是 那天我讲 他能突破0.905 他可以来到Mekulia 1.06 他不能突破 他就开始做双顶 你要小心 他一跌破这个景线 0.735 就完蛋了 应该会大跌了 现在暂时还撑住 如果还能撑住 他还能突破 还有机会如果跌破 0.735 就完蛋了 OK OK 哇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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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D 副MD OK 将会 代替做这个CEO 啊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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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 他要 要退休了 就17月1号了 OK LC Titan LC Titan 虽钱啊 227个Million 从上一年赚是104个Million 他的收入也跌了了 2.76个Million 去到1.97了 啊 so啊 啊 银行 这个 BIMB BiCore去HoldCore 啊 给他BiCore去HoldCore 然后给他1.56 还OK 其他的MKF 就啊 从1.04 去到1.1块钱 然后这个啊 CAMB呢 就跌到99啊 他的啊 这个啊 目标 所以我们看 LC Titan 就很难了 他的 他的 他的那个啊 亏损突然间降高了啊 从赚 如果亏这样多就很难了啊 CAMB Titan暂时还一直在跌啦 暂时不要动他先了啊 OK 暂时不能啊 CAMB OK 你看他的目标啦啊 全部在下面 KF在下面 SAJ CG SMB在上面 就是BMB在上面 OK 台湾 台湾就是啊 啊 GG才退了啦 两个季度 两个季度收速啊 所以上一个季度收速 0.41 现在这个季度收速 收速3.02 所以蛮 蛮弱啦 所以 这个就是对这个科技不好啦 才有这样的新闻出来啦 对这个科技版啊 这些啦 暂时啊 美国突然间美国很强 然后我们再等看他讲 如果美国没有大 大反弹 可能今天会跌到很够力啦 暂时OK 你看看动力股啊 动力股不多啦 第一个是MicroLink MicroLink MicroLink呢 我们看他的今天能不能 撑在支撑在那个支撑上面 MicroLink MicroLink 看交易量多少 8.2 8.42个M 还OK 所以他 0.895很重要 他突破0.895 最好他能撑在上面 他应该还有机会 把他这个0.96 还有一个主力 今天 今天被这个主力你看 他给他挡住一点点 如果他没有跌回下来 在这个0.895上面呢 他应该有机会继续冲上去 如果他跌破0.835 你要很小心 应该要逃了不能了 把今天红色动力蛮强 一下去到50% 然后啊 啊 也有这个 啊 这个啊 阿里萨也突破50% 你要小心啊 这些啊 完下咖啡钱不要大气 因为已经炒了的啦 已经炒了 可能他还炒了一次 他就放了啊 他们要放了 可能他们还有收到高点啊 可能还 可能这些专家这些 他炒了一次 可能他要放 暂时啊 啊 暂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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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 看来是暂时啊 看来是暂时啊 看来是今天的动力他应该可以 还可以去啦 MENANG MENANG 中了UMA 还在一起哦 还在炒啊 他们不怕了 中了UMA 还在一起 所以MENANG呢 是买大手不了了 他继续上 如果你进了的话 看自动盈利啊 没有卖的信号 继续收 如果卖的信号 要放了 看他能去的你了 看你好巧不好巧 你看现在进 就是他们套利的时候 你会很惨 如果呢 啊 他们丢的时候 你会很惨 如果他们还要玩的时候 你进去他们还要玩 可能还可以找啊 这个 这个就是这集团现在在 再超纯了 看他怎样超纯了 看他怎样超纯了 对我来讲是太高了 OK KYM KYM今天有多么大的量啊 75MN 还不错 他有个头截 如果他突破了0.57 可能还可以去 如果他冲不破 你看有一个小小的尾巴 他冲不破呢 他还是头截的 可能还会跌下来 暂时这个还是很危险啊 OK A-HELP 今天A-HELP 还有一点点动力 我看下A-HELP 2.26% 量有啊 量有262 全部很多了 这个已经开始调 我觉得他等他调下来先 等他调下来先 太高了 OK 所以今天讲这段时间 我们明天看大局 不要忘记明天看大局啊 OK 看上美国全部看上怎么样 OK 我们明天再谈 拜拜